蓝白河啊 现在是不是有重大进展呢 因为明天就要来举行会前会了 好 这个是不是都可以跨出自己的底线 不再坚持下去呢 好 我们先来看到的是 侯友宜呢 她在昨天的时候 她回到了嘉义本命区 那么呢 她就是到她的海线去了 那她说 当然被问到了关于蓝白河的部分 好 她说什么呢 她说因为爱台湾 为国家做事 以及两岸的和平 她会挺身而出来选总统 那么呢 希望故乡可以团结全雷达 好 那她说六脚乡 因为她昨天到嘉义的六脚乡去 她说呢 六脚乡呢 出平民总统这样子 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到 那在明天呢 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 蓝白会来这个会前会 双方的幕僚来商议之外 在明天呢 会在新北市 举办全国第一场的大型造势 而到时候呢 包括了过去的国民党的党主席啊 包括这个前东坡马英九 还有这个洪秀柱 以及吴伯雄等人也都会出席 那包括韩国瑜也会现身 所以呢 这个明天侯寒又会再度同台了 好 那我们来看到 这个王金平呢 他目前这个明天的这个造势活动 他也会去 那据了解他已经准备好他的讲稿了 那也听说他会来担任侯友宜全国后援会的这个总会长 已经点头答应了 好 那看到了这个侯友宜新北竞选总干事李乾隆 他说最近哦 针对蓝白和好像有一点卡卡的 那希望呢 藉由明天的这一场大造势之后 好 可以让整个整合更加的顺利 蓝白和可以更加的顺利 那我们看到了明天要在下午的时候 好 进行蓝白双方的一个会前会 那二对二的部分呢 好 看到蓝营这边呢 是派出了 侯与进办的执行长金浦聪 还有党的秘书长黄建廷 那民众党这边呢 是柯文哲竞选总干事黄珊珊 以及竞选办公室的主任周虞修 好 二对二 好 来进行沟通 好 那我们看到了 其实民众党这边来说 当然底线也踩得比较硬一点 柯文哲进办呢 就是说 民众党的底线就是要公开辩论 也要有民调 最好呢 是要五加民调多做几次等等 那看到民众党党内人士有提到 说其实黄珊珊在党内她属于主战派的 那主张呢 柯文哲要参选到底 所以黄珊珊可能会坚持说一定要辩论 一定要来比民调 可能不会让步哦 那如果说后遗阵营可能寸土不让的话 所以蓝白的磋商会不会也产生一些变数呢 可能没有办法来达成共识 好 那我们看到侯友宜这边呢 好 她自己说 其实政党轮替呢 就只能够蓝白合作 那她说 不见得一定要拘泥在什么方法 民调 辩论都是任何可行的方法 可以开放来讨论的 而且她说她担任主帅 就会御驾清真 不会把责任推给别人 因为其实外界也很期待说 其实两个人其实可以见面谈是最好的 她跟柯文哲可以见面谈是最好的 那她说要合作就要包容不同的意见嘛 不预设前提之下才可以继续谈下去啊 如果说一直在咸东咸西 又把很多的坚持都摆上了这个台面 那这样到底要怎么来谈合作呢 好 今天要跟我们进行摄像队谈的是 前立委 孙大千 大千哥早安 谢谢佩姐早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 好 大千哥来请教一下 现在看起来蓝白合感觉要有重大的进展 因为双方的幕僚二对二 即将在明天下午就要来首度进行会谈了 那其实当然大家对于说蓝白合还是很多的疑虑 尤其看得出来民众党他们蛮坚持的啦 他们底线在 然后又派出了主战派的黄珊珊 可能会坚持要辩论啊 要比民调等等 所以如果说侯阵营这边不让的话 是不是两方就可能会有点谈不下去 请教会那个大千哥 感觉出来明年的会前会 有可能谈得出什么失职内容吗 我想首先外界之所以 你对明天的会前会有这么多忧虑的原因 是因为其实双方所派出来的代表的 这个组成里头都有强硬派的这个人员存在 就比如说民众党的这个两名代表里头 黄珊珊相对来说立场比较强硬 那么国民党派出来的代表里头 像金普聪的立场也是一贯就是非常的坚定 所以当然大家就会担忧说强硬派碰到强硬派 最后是不是能够达成一个共识 但是毕竟这是一个好这个开始 就有开始总是好的 总比大家迟迟等待 然后只闻楼梯想不见人下来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如果民众党的坚持 只是在于比民调跟做这个办辩论 我觉得这倒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就是说事实上既然蓝白要合 你总要用一个方法去决定一个最强的人选 我一再强调说选的是总统 选的不是政党 所以不管政党家大业大 或者是政党这个是一个新成立的政党 对这场总统大选来说 它的重要性并不大 它真正的重要性是在于 整合之后我们能够推出一个什么候选人 组成一个什么样的组合 然后能够赢得这一场选举 然后能够下架民进党保住中华民国 这才是真正的意义 所以选总统是选人不是选党的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那么我们要如何决定说侯友宜跟柯文哲 到底谁是最适合最强的人选 你总要有一个基本的标准 所以其实如果民众党只是坚持说 办辩论做民调 我不理解 就是说其实国民党应该没有什么理由要拒绝 因为这不就是我们自己党内初选的标准模式吗 我们的党内初选不就是先办民调 然后这个在办辩论 然后进行民调 大家如果还记得四年前韩国瑜的那一场党内初选 国民党不是轰轰烈烈的办了北中南的三场辩论 然后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民调 不是这样才决定我们国民党的候选人是谁的吗 那既然是如此 这一次如果大家没有任何一个更客观的方法 然后能够决定出来说谁是最强的候选人 谁的民意支持度最高 然后谁来代表我们参选 那么当然我认为民众党现在所提出来的这个办辩论 然后做民调 我觉得应该对国民党不至于造成太大的困扰 反倒是我比较担忧的是 其实两个政党的合作 除了办辩论跟做民调之外 那么其实两个政党合作之后 要如何让选民能够转弯 这是一个很高的一个挑战跟艺术 所以民众党的选民要如何在这个蓝白合作之后 还愿意支持这样的组合 国民党的选民要如何在蓝白合作之后 还愿意把这个选票投下去 这才是重要的关键 所以事实上这两个政党在这个进行辩论 或者是比民调的同时 恐怕要先进行所谓理念跟政策 至少你要有一个共同政纲的整合 那么甚至一个联合政府的架构跟模式 这个东西恐怕没有办法 等到选后再来处理 他在选前就必须先处理 所以这是我认为接下来蓝白合 如果真的要合 如果大家有心要合 那么必须要具备的几个前提 就是第一个前提我刚才提到的 你必须要有一个公平客观的机制 来决定谁是最强的人选 第二个前提是 必须要先组成联合政府 有了共同政纲 才能够杜绝外界认为 这是一个利益分配的 一个密室政治的协商 那么当然蓝白合的这个协商已经开始了 我相信所有的在野选民 都有一定的压力 不管是给国民党或者是民众党 所以也期待国民党跟民众党的 这些代表能够有具体的成果 来回应大家长期以来的等待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您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